那所以拉回來講 SOD是任何的營養素進到身體裡面 它是潛風部隊 它幫你把路上的這些障礙物都先清除 不然你都被這些障礙物給一一擊破 吃進去的東西根本沒送到你要去的地方 那這個劉姐我們在醫學上現在都在講標靶 標靶基本上就是如何排除萬難 把藥送到那個位置產出功能 所以醫學界過去的30年都在做這方面的研究 那過去的標靶就透過膠囊融化的時間 跟你身體裡面的速度直接去 那不走吃的話用打針的是最準的 就直接打在你的病患那個區域了 它就不會散到其他地方去了 所以這個是在醫療上也一直在突破 那SOD基本上是把這裡面最討厭的自由基先幫你清了 我們身體不好的元素也不少 但自由基是最頭痛的 所以至少我先把自由基給清了 你免疫力就起來了 那免疫力起來 自由基產出了各種的病狀 所以現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前 這個糖尿病案例並不佔太大 那這20年來大家大吃大喝 糖尿病在中國現在很高 很高 有1億人 所以佔將近這個8%的人口 那這些東西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這些人大量大吃大喝 每天應酬 所以大量的自由基產生 創造了什麼 你的胰島素這邊 它的敏感度下降 然後我們不講先天的糖尿病 我們講後天的 他的醫療素這邊 敏感性相應就不行了 那這也是自由基產出的一大問題 所以總而言之在醫療界大家有 從研究的學者界來講 大家認為說 free radical就是萬病之源 那你怎麼樣先去把它掃除 其他的事情再一個一個來看 那我們剛剛講了 過去1939年就找到了 只是太貴了 沒有人輸得起錢把它滅了 那現在我們在技術上突破了 那我們相對的 那這個我剛剛講了 我們找到了這顆豬以後 那我就透過克隆的技術 我們來做量產 那何謂克隆 就是我去複製細胞 那所以我可以維持它最好的穩定度 那我運用了genetic 基因工程 所以我可以確保它的衰減最少 幾乎不衰減 那這 因為我針對單一細胞做到幾乎不衰減 技術上做得到 我要對你全身的細胞做到不衰減 成本太高 所以我就要維持我這顆豬的原始豬 它的穩定度 那我就可以大量複製了 那所以為什麼成本會下來 這個我的原理我也跟大家講一下 所以我們很敢把原理跟大家講的原因 為什麼 因為你手上沒有我這顆豬 我所有的製成都告訴你也做不出來 因為這跟傳統山寨不一樣 傳統山寨你只要有 我就把製成學下來 我就做得出來 你沒有這個豬 你就做不出來 我從頭到尾每一個階段在做什麼 我都可以告訴你 但是你做不出同樣東西 因為你沒有這個原始的豬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原因在哪裡 就是我後面要追我的人 除非老天爺對他一樣跟對我一樣好 也給他找到一個有這麼高火星 有這麼高耐溫的這個豬 那不然我主上講我們也先三到五年 那這個是在市場上我們很簡單的定位 為什麼我們敢開一家公司 只做這樣的東西 那因為在醫療體系咧 我們常講的就是要專注 因為很多事業體咧 因為他的市場面很大 那創造了這個經營管理者 就認為他什麼都能做 所以他什麼都下去做 那什麼都下去做的人 應該什麼都做不好 所以我們核心的概念很簡單 我就把一件事情做好 我來大量的製造這個SOD的原料 提供給市場上有需要的人 這就是我專注 剩下的錢該別人賺的 我鼓勵他賺 因為每一個人賺一百塊 有一塊給我賺就好了 我不貪每一個人 我要賺他一百塊 所以我們在NE Plus 我們是非常非常的focus 在做我應該做的事情 那很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不知道各位還有什麼問題